好,又吃午餐了 这个我最喜欢的了 阳光午餐选用新鲜的材料 健康、卫生 每天中午送到你学校 有阳光午餐还不用出去吃饭? 阳光午餐是全港最大的学校午餐供应商 你看小朋友吃得多开心 一个这么完善的午餐服务 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设计先进的高科技厨房 阳光午餐的中央厨房位于将军澳 面积超过6万呎 厂内环境整洁、卫生 独立冷气工厂 处理生育、调味和加工 菜房和肉房是分开的 洗菜机是利用强力的水流 将蔬菜冲洗干净 这里就是我们的米仓了 做饭是用电脑化煮饭机 自动洗米 自动凉水 每小时可以煮超过4000盒饭 每小时可以煮超过4000盒饭 用来煮汁、煮意粉、或者煮菜 旋转炒锅 自动旋转、热度均匀 发挥中国烹调特色 这些运输带式的炸炉 烤炉 生入熟出 不但折省人手 而且将生熟肉分隔 防止交叉污染 这里就是包装布了 煮熟后的食物 即时入盒 蜂蜜式包装 不会受到外界污染 所有餐盒都会经过这部金属探测器 然后再进入这部螺旋型速量机 即时降温 这个速量系统 在欧美国家都非常普及 因为食物是凉冻 chill 而不是冰冻 freeze 所以没有影响到食物的细胞组织 不但可以保持 色、香、味 更加能够做到百分百食物安全 餐盒接着会被送到食物冷库主传 这里的温度保持在摄氏4度 每日早上 阳光午餐车队 会将餐盒由中央总厨送到每一区的卫生厨房 阳光午餐不适重盘 在港九及新界共设有多个卫生厨房 每个卫生厨房都接近学校区 我们利用大型吹风焗炉 将大量餐盒同步加热 每次出炉都需要温度监测 食物要达到摄氏70度以上 每次出炉都需要温度监测 出炉的餐盒 员工会第一时间将它们放入保温箱里面 保温箱的保温程度极高 装好箱之后 马上送到学校 所以我们担保每个同学 都能享用到一个热烂烂的午餐 由卫生厨房到学校 全部车程都只是15分钟之内 你看,送饭车队准时到学校了 阳光午餐每日都会派员工 亲身到各学校服务 包括将餐盒送上课室 供应餐具 以及餐后将废物运走 为了方便老师派饭 我们会预先向每班发出统计表 这张表贴在班房当眼柱 每个同学都清楚知道自己当日吃哪款饭 餐盒是独立包装 饭还饭、送还送 原汁原味 看看他们吃得多滋味 你想不想你的小朋友 都好像他们这么开心呢? 谢谢观看 每个银里 我们聊天 Blinded